我昨天在教会煮日完之后的二手事集找到了一个好东西 我已经把它整个拆开来大清过 然后消毒晒过太阳了 我来介绍一下这样子的小椅子 是蛮实用的 以前我有一个另外一个紫色的 在我煮饭的时候牡丹就可以坐在我后面吃点东西 或玩一点它的小玩具 然后它很携带方便 它这一款是我一直想要的深色系列 它有一个椅垫 我先讲一下我买到才多少钱 我买到才三百块 超级划算 因为这一台我已经想要很久了 因为它比较安全 它的这边是比较圆滑的 这个地方是扣它有两个餐盘 第一个餐盘这样扣上去之后 上面这个是可以拆下来洗的 这样就把两个一起扣上去了 那它的调高低是这里按压 然后用转的就可以调高调低 这个牡丹这个两岁多年纪已经用不到了 应该是给下一台 我介绍一下这两台的差异 就是妈妈也许你在买儿童餐饮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点 我觉得是比较少 在介绍影片当中看到的 这台比较轻 它就是一个餐盘 但它餐盘的面积比较大 那个黑的比较窄 你看哦 一个比较宽 一个比较窄 那如果你要用那种大圆的餐盘 可能这个就放不下了 我觉得它危险的地方是在于 它这个地方比较尖 当你小朋友做好 你要把餐盘扣上去的时候 这一边就刚好会是小朋友 手肘的位置 你要非常小心不要夹到它 我每次都要把牡丹的手 移的很旁边 然后再把这里 但这两个比较起来 整体就它比较轻巧 所以如果你要带出门的话 可能这一台是会比较适合的 这一台比较重 它适合在家里面使用 它多了一层软垫 可能小朋友做起来会比较舒服 然后这一层软垫是可以拆下来清理的 这个三百块的二手餐椅 我再来试用看看 再分享心得 那另外提醒一下 妈妈你在买餐椅的时候 除了上网看各个比较影片 它的安全带有时候也是要注意的 因为我用过IKEA的高脚椅 它的安全带非常的利 我在帮小孩扣安全带的时候 我自己的手有被夹破过一次 小孩的大腿也有被夹破过一次 其实蛮危险的 所以你在选购餐椅的时候 你也去开开看它的安全带 是不是很利 很利的话你要小心 在帮小朋友戏的时候 不要夹伤它或夹伤你自己 想要来聊一下这一次搬家的两个心得 第一个就是安逸这件事情 我们旧家的主卧室的床下面 因为床板不够大 所以当初在十几年前住在那里的时候 朋友帮我用纸箱的后纸板 做了一些支撑点 所以我们的床垫旁边 有一块的地方都是用纸板来支撑的 我们搬家的那阵子 全部东西都搬完了 剩那几个纸箱还放在那边 Ethan有一次回去搬的时候把纸箱搬开 然后告诉我说 好险你没有去搬那个纸箱 因为那三个纸箱 每一个下面都有几十只虫在里面 所以三个纸箱总共有一百多只虫 我还在那个床上面睡了十几年 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在同一个环境 同一个生活形态待久了 难免会安逸 安逸久了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有时候是眼睛看不见的 比如说床底下那些虫子 共处一个屋檐下 我觉得这么恶心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事实的来一些变动也是好的 一整理下来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不需要的东西 是需要断舍离的 也可以检视一下人生在不同的阶段 有哪一些不同的需要 那第二个学习是在对的角色做适合的事情 之前要搬家有一些家具或家电水电的变动 我会在家里监工 那这一次请Ethan在家里监工 就觉得他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 有一些尺寸没有量好 有一些漏水 如果当场有解决 就不用花一些冤枉钱 那时候我就对他很生气 然后有很多的埋怨 可是每一次在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都希望可以再问自己三个问题 Is it true? Is it love? Is it necessary? 第一个 Is it true? 就是我每一次觉得他建工作做不好 Is it true? 这真的是每一次吗? 还是就是那一两次 所以It's not true 如果我觉得他每次都这样子 那也拿我的生活经验跟他比 我比他虚长几岁 然后我的搬家经验是18岁就离开家 在台湾搬过几次家 然后搬过美国又搬回台湾 我在处理这些事情的经验值 当然不能跟结婚了才从家里搬出来 这样子的经验值比 这样是不公平的 我的体验来要求他的话 Is it love? No, it's not love 那最后一个是 我有必要为了这一个监工的点 骂他骂那么久吗? Is it necessary? No. It's not necessary 我希望可以常常提醒自己的三个问题 Is it true? Is it love? Is it necessary? 当我有不满的时候 这个不满是不是有符合这三个问题 还是纯粹出于我自己的骄傲呢? 这次姐妹的孩子长大了 然后把他小朋友小时候的玩具柜送给我 那我拿到这个玩具柜呢 没有想要把他拿来装玩具 我现在把他放在牡丹的房间 打算给他做一个衣柜 那这边还插两个抽屉 或者再去补买 因为我现在要实行一个新的方案 叫做No Fold System 就是我不打算叠衣服了 我打算把他的衣服做分类 褲子一类 衣服一类 背心 外套一类 然后放进他的小衣柜里面 那这一层就是放他的上衣 那下面这一层放他的裤子 这里放他的外套 这样做呢一方面是要节省叠衣服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是希望他现在两岁七个月这个年纪 他可以自己来找他想要穿的衣服 譬如说洗澡之前 我请他来拿衣服拿裤子 他就自己打开拿一件 因为如果是叠好的衣服 他来翻可能会把其他的衣服都翻乱 那这样也训练他独立自己选衣服 自己选裤子 早上起来也可以自己来选 他今天要搭配的一整套 他小时候是睡婴儿床 他旁边有围栏 比较不会滚下来 然后我们后来载他大一点 两岁左右就帮他换成单人床 那一开始只有铺床垫 因为怕他从床上滚下来 所以下面还有在铺软垫 一开始睡的确是滚下来几次 但到了现在两岁七个月 他比较不会滚下来了 所以我们下面就再加了床板 让他床垫不要直接接触到地板 比较容易潮湿对身体不好 L-O-R L-O-R What color is this? 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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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课本习作 然后还有唱油本 第二外语的学习有两种模式 我画在这里 有Top Down跟Bottom Up 两种模式 那他差异在哪里呢? Top Down是先有一个语境的概念 有点像是这样子 就是你在选课本的时候 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帮小朋友找课本 他先有一个情境 然后情境出现一下 讨论他们在哪里 在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是单字 跟句型 情境 句型单字 那有一种学习的方式是Bottom Up 就是先学单字 然后再学句型 再学语境 这比较是传统一点的方式 那有时候也会两种交替的来使用 那我会选择 这个课本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这个 我就很喜欢让小朋友 一字只看一面 因为有的小朋友 当你给他太多资讯的时候 他眼睛会去注意看各个小细节 就没有办法专心在 现在你要他所专注的地方 那这个是课本 他还有一本习作本 习作本里面就有一些 涂颜色啊 劳作啊 等等的 贴贴纸 那他的主要的课本呢 后面也有一个 敲口袋 里面有 他用得到的配件 是可以跟教学交替的来使用的 这道教材应该虾皮上有卖 那这个系列是我之前有一支影片 可以去上面这边看 我也会把这支影片放在资讯栏里面 在这支影片里面 我有提过这个畅游对孩子的重要性 那一开始入门我会推荐这一款 Goldilocks and Three Little Bears 金法女孩跟三只小熊的故事 因为从这故事里面 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形容词 跟一些基本的句型 那他是边唱边学 小朋友就可以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 来学习语言 它里面这种 复古的插图 很可爱 譬如说像这句话 当这个小熊回到家 发现他的椅子已经坏掉了 他说 I have no chair to sit on 他这个地方啊 看起来是一个很一般的句子 可我现在在教小学一年级 教这个教材 跟在教国三的一个要会考的学生 国中有这个文法 他考的是介细词on 然后要你去做选择题 所以其实小朋友现在学这个 对于他以后国高中的文法 是有关联的 并不是说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跟未来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非常推荐这个系列 这个Reading House系列 在敦煌书局 或者是他们的网站 也有卖 妈妈们也可以给小朋友 当成睡前故事来听 在电视频说明得到 在电视频看起来 在电视频看起来 还在电视频看起来 在电视频看起来 在电视频看起来 我们要打开 最后一对的 就是在电视频看起来 大路人的高中的充电 超大路人的高中的小型 大路人的小型 是点灯 大路人的小型 再来的第二个东西 也是我找了好久 你可以拿来装morning baskets 有装你想要教的 小朋友的教材在里面 一次拎一个 就那个时期你教他的教材 或者是你可以拿 这个当装清洁用品的东西 一罐一罐你走到客厅就提到客厅去打扫 走到厨房就提到厨房去打扫 或者有其他各样的用途都可以用 我现在也把这个木头的制品上防水器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